就這個顏色 它這個應該就很淺黃色 淺黃 應該也設定不太出來 除非說你要知道 這個就是所謂的色盤 網路上面就是說 以後如果有的時候就會 已經有一個顏色給你 就是用這種方式給你 自己去測那個顏色 那這樣就可以設定顏色 那另外的話邊界一樣 格式背景 邊界在哪裡呢 在這邊 就是它的隔壁進階 然後上邊界0 左邊界為0 按一個確定 那這個差別就在哪裡 你會發現 這邊注意喔 這個就上邊界 這個就左邊界 如果是0的話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它整個就靠 靠在那個邊邊 有沒有 角角那個地方了 這個是沒有設定為0的 這個設定為0 有沒有 圖就剛剛好會貼在上面 那再來的話呢 將 請將title的框架頁 這個調整為圖片的高度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就是框架頁 有沒有 我們要把它調整到跟它一樣高 但是問題喔 這個這樣的調整方式呢 不精確 因為呢 它這個到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點誤差 所以要怎麼調比較精確呢 圖上點兩下 看一下它的高度 69 這一個圖高69 那我們就要去設定那個框架的高度 也要69 框架的高度在這裡 框架有沒有 然後呢 框架內容 它的高 就要輸入 69 那記得是像素啦 因為它這個單位都像素 按確定就好了 69 高度69 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發現說 這個字跑到下面 其實它沒有規定 但是如果你覺得說 字要在這個上面一點的話 怎麼辦呢 其實你直接在圖上點兩下 把它改成 對齊方式怎麼樣呢 把它改成 字中就可以了 改成中按確定 字就上去了 如果說你覺得字有沒有 跑到那個框框的下面 看起來不好看 你希望讓字呢 移到正中央的話 你就直接把這個圖的對齊方式 改成 對齊方式改成中的 那就好了 好 按確定 那高度在這裡 那剛剛替代顯示文字在這裡 那我想這個地方第一題就完成 把它存檔就好了 那初期我是覺得 你們對於這個 比較陌生就在這個部分 就是說 像剛剛格式的背景 這邊顏色在這裡 然後呢 上邊界 左邊界在這裡設定 那這些都要把它記下來的 以後每一題都會 設定到這些東西 所以你現在就要學習 就是說 怎麼去記得這些的位置 還有框架的 框架內容的位置 它的高度 怎麼去做設定 好 那這裡我先把畫面還給各位 title部分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那個title的那個